我怕我演不好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看电影 可能电影在我的认知里 我会更加的去尊重电影 就是会仰慕电影 也一直梦想自己未来做一个 很优秀的一个电影人 所以其实拍了这么多年戏 我觉得当然也有一些别的原因 可能没有碰上一个自己喜欢的电影 所以就一直在拍电视剧 然后可能一直拍的剧比较多 然后大家也会认为 等轮就拍电视剧也不拍电影 但其实我一直很想拍电影 我觉得没碰到机会 这次跟小四导演 我觉得时间到了 我觉得首先故事 因为我看剧本的时候 我是两部一起看的 第一部跟第二部一起看的 这两部完全不一样 它是有很大的一个反差的 从第一部 波亚清明初始 因为在第一部 他们俩就生死交付了到最后 对到第二部 他们生死交付以后 然后他们俩的又另一种的一种情感 然后去面对很多的事情 又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故事 首先这种的差别 先吸引到我 再看到第一部 就马上要播的这一部 其实也是波亚这个角色 我觉得其实跟我自己 还真的有点像 有点耿直 然后当他碰到清明以后 他的一些成长 和波亚在这部戏里的一个转变 这种在两小时之内的一个电影 人物出现一个转折 和一种成长和改变 我觉得是我很愿意去塑造的一个角色 非常不一样 我现在不能说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 第二部的波亚 是你们这辈子都想象不到的波亚 真的 我都没想象到 我看完第二部剧 我都懵了 我看完第一遍 我都没看懂 你们看完第一部以后 你们会觉得 这是阴阳师世界 这是波亚 这是清明 你们再看第二部 完全不是你们心中的波亚了 对 主要我们老开玩笑 就一开玩笑 然后一说 然后就会觉得肉麻 其实没什么 其实就很正常 私底下又是朋友 然后又在一块工作 然后所以就老开玩笑 一开玩笑 然后一说 就老觉得有点肉麻 什么的 开什么样的玩笑 说这台词 就没什么别的意思 什么的 没什么别的意思 就是对 然后就下开玩笑 没想过 但是在这戏里 我演了清明 他也演了波亚 不知道 不说了 有吗 是他第一部吗 第二部 所以说第二部 波亚可不是那个波亚了 而且我还演了清明 没有 大家都很辛苦 大家都很不容易 大家每天都是那种 特别疲惫的一个状态 因为每天拍完戏 然后还有健身 然后还不能吃饭 心情也不好 然后不能吃好吃了 但是大家都 为了这戏 所有的演员 真的都拼了 都对自己 完全是下了狠心了 没办法 不成也得上 对 自己的第一部电影 一定要 我觉得 其实对于演员来说 这也是应该做的 没有什么可抱怨 或者说可聊的 或者跟导演说 导演这不行 我觉得这是作业应该做的 但确实很见效 但是真的不建议 大家这么去减肥 突然断水 其实对身体特别不好 有好多人都问我 我怎么瘦 我减肢 我好多朋友问我 怎么剪的 什么哲呢 我说不 我不告诉你们 我说因为你们不能 那么去剪 剪了多少斤 我刚开始练的时候 我是138斤 然后我吃到148 本来我应该要再吃胖一点 再增肌的 但是时间不够了 又开始拼命的减脂 然后减脂跟增肌同时进行 又不能吃饭 然后又要大重量训练 练到最好的那时候 我那时候有150亿斤 反而我的肌肉的重量 长了有 是134斤 重了 但是我瘦了 全是肌肉的重量 那个时候真的 哇 想想都 都很完美 我觉得首先 作为文艺工作者 你不管是综艺也好 电视剧也好 电影也好 你接哪个工作 你得喜欢它 我觉得这是我最低的一个标准 就是你一定得喜欢 你不喜欢 你就做这件事 你一定做不好 至于有什么规划没有 其实我倒真的还没太有 比如说什么 我明年2021年 我必须得俩综艺 一电视剧 一电影什么的 这个其实我倒还真没有 特别特别细致的规划 我觉得还是得碰 就是碰到自己喜欢了 可能没准我一年拍四个 碰不到喜欢的 可能一年 我没准就拍一个 我觉得这事 也不是KPI 也不是完成一件什么事情的 对 我觉得还是要 以最好的状态 拍最好的作品 然后呈现给最好的观众 我觉得是这样 首先 我觉得争议和舆论 我觉得凡是在行业里的人 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的 娱乐行业 它就是一个充满舆论的一个行业 而且这些舆论都是公开透明的 可能在别的行业里也有舆论 但是不是公开透明的 只是我们这个行业是公开透明的 但是这不能去判定一个人 或他做的一件事情 作为一个演员 我觉得不管接戏也好 还是跟谁合作也好 我觉得我们还是去看很实在的东西 我们得看剧本 看美术 看所有的构图 看导演的想法 最重要的是看自己喜不喜欢 我觉得这是我们 我们个人我们能力所能及的事情 至于外界的东西 或社会的舆论 或怎么怎么样 第一我们控制不了 第二 我们真的不能为他而活着 如果我们每一个文艺工作者 都为这些而活着的话 我觉得我们活不精彩 我觉得特别的好 我觉得首先 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敲门砖 我觉得对于我的第一部电影 我觉得郭导给了我特别大的信心 这是真的 其实没有他给我的这种安全感 可能我不会解这部戏的 再有就是 其实对于在电影上表演上的很多东西 我觉得郭导也 也就是传授给我了很多的东西 我觉得郭导其实最让我感动的是 他很拼命的 他的这一面 我觉得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看到 你知道作为我 我觉得我都是已经一个很累的人了 我真的我都会去 我每天我跟小四说 我说你真的差不多了 我说真的身体太重要了 他真的是玩命了 不同肯定是有的 但是每一个都有每一个的难点 比如电视剧可能 可能他更需要语言的表达 还有表演的连贯性 其实这是非常难的 然后在电影里 可能就是更多的是细节和情绪的表达 这也是很难的 我觉得这次拍这个电影 也真的体会到了 一个拍电影的一个表演的方式 我觉得真的对于我来说 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我觉得压力 压力倒不会吧 我觉得但是 我能听到大家想看我的戏的一种 一种期待 其实我还挺开心的 反而我不会把它当作一种压力 但是观众再愿意看 我就得越拍好 我不能随随便便拍一部戏 或者说怎么样 而且我觉得演员 其实特别多的能量 要来源于生活的 还是要让自己 丰富一下自己的 因为我有的时候会觉得 自己的东西会被掏空 那就要去补充能量 包括对于戏的选择 可能有的时候 确实是要等待一下 如果一直都是为了拍戏 而拍戏的话 我觉得会失去 你对于你喜爱的行业的意义 你让我现在说 可能我也不能说的那么明确 我觉得看感觉 可能我真的是一个 比较随着感觉来的一个人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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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